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点不放心 桥梁工一年刺激在野外 冬天除雪 抛冰 夏天放红 清雨 日常主要工作是桥梁隧道的养护维修 有人说我们是除大力的 一听这话他就是个外行 把这脸门道多了去了 今天我们工作的任务 是消除馆内山都威胁的安全隐患 我们这儿大山里有块云彩 指不定就给你下点雨加雪沙灯 迅气一过 中东的沙石泥土 就容易滚落或者塌方 我们负责这两百多公里 像这样的山头有十七个 每干一个山头都是正分多妙 因为九月份在我们这儿就算入冬了 雪一下来白茫茫一片 啥都看不见了 所以说我们管这个活叫抢东 抢东这个活可不光是处理山头 这个活算是最好干的了 我们还有维修寒冬 将冀户堆 管解钩缝等一系列的动作 我们一会就上桥去出去 那活老出去了 大桥的维修养货 需要作业人员下到狭角的避测台里 挂在桥梁的下方完整 头上是炎炎的劣质 脚下是滔滔的喝水 人在半腰悬空 你都不用干活 四下瞅一会儿都迷他 再加上无坠无揽的暴战 烧鱼动弹 浑身都是汗 我们这大山里除了土球 就是虫子 这河边的虫子 早上是逍遥 中午是大虾萌 晚上是蚊子 三瓣无虚窝 这山上给你糊的 都不敢露肉 我们山上钉的包 都不论个 论城 二十多村的话 我在当地的看山堆 渐渐在这大山里坐 每一处草木 我都能记得清清楚楚 接替父亲工作 穿上这身制服 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 所以我相当珍惜这个岗位 年轻即盛 仗着自己有靶子立心 干几活来 重复偷担耍花 处处都想生逼 有一次和几个不服气的小哥们 比赛气躺墙 我一个人干他们四个人的量 把他们干得服服帖帖的 为啥时候我们这行闻到什么 你看吧 在山刀清理威时 像不像攀岩运动员 在大脚上用吊篮作业 是不是极限运动 在隧道打兵 处理枪体 这两个胳膊 都有撑干运动员那股劲 我的这帮伙计 都是全能运动员 光靠出他力 你能干明白吗 年轻大会儿就寻找 啥时候能撞摇出这个大塞 结果还是在这个大塞里 撞摇了一辈子 我儿子也是一名公务的陷入公司 说实话 我到现在也整不明白 他为啥要选择回到这个山沟楼里 犯他父亲爷爷 犯一辈子的公务 但是我咋心里高兴 真希望能再干净没 守护着奉献过青春年华 用忠诚坚守的祖国最北里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